男人刚搬到新家的第一天,就听到楼下有小孩打闹的声音,到了晚上,男人因为工作上的烦心事,便一把关掉了电脑,随后走到一旁喝起了冰红茶,而就在这时,楼下的地板竟然震动了起来。 忽然,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,原来是自己妻子打来的,可聊着聊着,身后的电脑竟然自己打开了。 男人打完电话后,看见一旁打开的电脑,以为是自己头疼记错了,第二天一早,便去药店买了药,可回来以后,男人又听到一阵孩子的嘻嘻声。 而这时,身后的门却开了,男人打开一看,地面上竟然摆放着一只小孩的鞋子,而下雨。 他看见一个小孩跑了出去,可追上去一看,却什么也没有,男人气得直接找保安查监控,可监控里除了男人并没有其他人, 可男人却一口咬定就是楼下的孩子,保安却告诉他,他的楼下并没有住人,男人不相信,便直接跑到楼下去敲门,可屋里却没有人回应。 就在这时,他透过窗户发现,屋里竟然摆放着许多小孩的鞋子,这时,男人便更加确信去他屋里的就是这个孩子,于是,他找来了一旁的塑料袋,将门口的鞋全部装了进去,然后转头就扔进了垃圾堆,本以为这样就会让他们长点教训,可到了晚上,正在睡觉的男人又听到了屋里有声音。 于是,他便起身查看,可看来看去什么也没有,正当他准备回屋睡觉的时候,脚下却出现了个什么东西,我刺啊,竟然就是今天扔了的鞋子,而这时,屋外却出现了什么动静? 男人哆哆嗦嗦地跑到门口查看 门外竟然背对着三个小孩,而且站在那一动不动,男人害怕了,下一秒,出现了小孩吓得男人直接退到屋里倒在了地上 而地板上,竟然全都摆放着数不清的鞋 与此同时,他听见了小孩的声音,然后一抬头 我刺傲,几个小孩竟然倒挂在天花板上 然后,男人直接又去了西北 未经许可,可 丑侦 准备